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小璐 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小璐 小璐她平常是脱口秀演员 今天呢 算是不务正业 不是 算是这个亲情跨界 感觉如何 密度很大 而且咱们这个 所有的要求都非常高 感觉人在自己的领域 可能还能闪闪发光一下 一旦跨界都基本是个奄奄一息 但是小璐通过你的表演 我们已经忘记你 从前是个脱口秀演员 刚刚整个的表演行音流水 非常非常的棒 请到关秀席就座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就是导演组一直跟我说 让我找到那种谈恋爱的感觉 我不知道杰明是哪年的 01 哇 好年轻啊 我比他大了10岁 然后我 真的可能还是 可能年纪到了 我当时看到杰明 已经没有以前 那种16 7岁那种觉得 想让他当我男朋友 没有那种想法了 我只觉得希望将来我的孩子 能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要好努力好努力地找 才能找到那种 好害羞啊 但是我后来找到了 就是在杰明唱歌的时候 就是他的歌词 和他唱歌的样子 还有他的声音 让我一下子 就把我拖回到了15年前 谢谢 然后我就能娇羞起来了 所以非常感谢他的才华 听听听听就取权 莫绿 莫兰 莫兰